那我快講完了 那現在這個怎麼圍 我們盧同學你幫我圍 可以嗎 那我們就 先休息你幫我圍 那我們先休息 可以嗎 那我們等一下圍完 我們就進入CN好了 就這樣 我們趕快把這個 比較難的數學解決掉 我CN就可能比較簡單了 那個我們 基本上因為 在深度學習會解這個問題 那我希望你們也有辦法自己動手做 然後手把手把它解出來 所以你也是CN女兒自己有講過 你有講別人聽過嗎是不是 好 那可見你們很多都專家 對不對 那我再看 我講CN跟你講的CN跟你認知的CN 可能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對 大家進步 對 對 好 你看我剛剛去打電話 因為我們要去參加一個無人機比賽 你們有做無人機嗎 因為國防部扣一個無人機 我們跟中華電信 對再討論 好 那我們 我們 開始 我趕快把它 這 那基本上前面的 因為我 這個好像也快沒 有沒有 本身就是一隻雷射鼻的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矩陣 那剛剛講 就是 你可以把 這個其實是一個None 那如果把它想成一個X 就是這個X 然後它的Transpose X的Transpose 那這個Transpose把它拆開來就是 把它拆開來就是Y的Transpose 然後這把它相乘 所以你可以發覺這Y的Transpose 會乘這個就得到這個 那你把它乘開 其實就得到這一項 好 那 乘開以後 就剛剛講的 我們對W為 對不對 那這個跟W無關就是不見 那跟W為 對不對 那跟W為在 如果我是在前面的話 這個就做Transpose 那 以這個為例 如果我對W為 對這個W為 這個就是一樣 對不對 那 對這個為 這個就做Transpose 做Transpose Transpose 那 所以它 為的結果 我看一下 好啦 所以對它為 對不對 好 這邊對它為得到這個結果 那對W為其實 因為如果 這基本上是會對稱的 對稱的 所以 結果乘過來跟這個結果 所以這個乘過來 其實 其實就會產生這個了 產生這個出來 那 所以最後的Inverse 就是這個 我相信這個的話 應該是在你們 大意就學 好 就剛剛講我們 解這個方程式 解這個方程式 那就會A乘AT 那X乘AT 這個就會變成一個 N乘N 一個方形的矩陣 N乘N的矩陣 那就可以做Inverse 乘過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Persure Inverse 可以嗎 就是我們的Persure Inverse 就是我們的Persure Inverse 那我相信其他的 它的性質 那其實我們最重要的是 Relive Function 要去委 那我相信這個 我就算了 因為算下去 我還要花時間 我直接進入CNN好了 還是你們 來 好啦 我看起來大家都要睡著 我們進入CNN 可以嗎 直接進入CNN來講 接下來